在回答记者有关如何通过改革来释放红利的问题时,李克强说,改革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,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,但是再深的水也得躺,因为改革关乎国家的命运、民族的前途。李克强表示,改革跪在行动,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。 在谈到有关城镇化的问题时,李克强表示,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,要有就业支撑,有服务保障,不能靠贪大饼。城镇化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,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,一边是棚户连片。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。